最近有一位热心网友询问 说他取暖用的火炉 只要晚上关闭炉门就会跑烟 而且封不住火 无奈之下给烟囱打孔 竟莫名其妙解决了问题 网友不明就里特意画出示意图 以公分析 只见室内烟囱高度为2米 向外伸出长度达到4米 然后再向上转折 长度还是4米 该网友只是在转折处 打了一个直径5公分的孔 炉字就能封住而不反烟 他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通过图纸对比 我们想起在一座寂静岭小镇上 好像有个类似的炉子 于是不顾天色渐暗 前往研究 到达小镇 只见滑灯除上 但镇子里却了无声气 只有一间奇怪的值班室 透出呼呼悠悠的人影 随着微光望去 发现这个房子伸出了很高的烟囱 想必里面有位保安大爷正在生火取暖 正当我们打算敲门询问时 房子的墙壁竟然自行打开 抵近观察才发现屋里其实没人 但确实放着一个取暖煤炉 目测屋里的烟囱高度有2米 而伸出去的两节各自也达到了4米 因此这就是我们寻找的研究对象 从专业角度看 该炉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打开炉门 躺底放煤炭的地方被称为下部的辐射室 炉堂其余空间被称为中部的对流室 而炉子顶上这些管状物 在丝炉界被称为上部的烟囱 此时炉火正旺 经试探发现 辐射是下面的封门处有明显的气流 说明新鲜空气正在向压力更低的炉堂内运动 也就是说炉堂燃烧式压力低于外界大气压 而这正是趋离拐弯的烟囱导致的 分析烟囱内的烟气发现 大部分是燃烧的废气 其余是过剩的空气 当烟气进入管道时 气柱两端就会受到外界冷空气下大上小的压力 由于烟气经加热膨胀 密度小于冷空气 造成气柱两端压差大于自身重力而产生浮力 使烟气漂浮上升获得动能 转为水平后 气柱在前面上升段的推动下 再次进入垂直段 继续被浮力驱动上行 因此这根烟囱的抽力只来自于两节垂直段 抽力大小等于烟囱高度成冷空气和烟气的密度差 所以火大烟囱高 且天气冷 抽力就会更大 同时烟囱抽力又使炉堂内的烟气加速流动而减压 于是就产生了从风门吸气的负压 但烟囱内的气流速度 是两节垂直段的浮力和总长度的流动阻力相平衡的流速 当炉子需要缓慢燃烧 风门几乎关闭时 由于烟气温度降低 浮力减弱 造成烟囱内浮力和阻力的平衡流速跟着降低 于是排烟量不断减小 最后抽气速度不能对抗糖内废气膨胀 使炉堂从负压转为正压 将烟气从风门顶出 自己也缺氧熄灭 这就是网友遇到的反烟封不住的现象 而这一问题的元凶是横置的四米烟囱 因为其中的烟气不受到浮力 只受到阻力 因此过多拖慢了流动速度 风炉子时 就是这节横管所导致的抽力衰减 使炉堂无法维持负压吸气 看来要解决此问题 需要制造额外推力来辅助水平烟住前进 于是我们采用网友的方法在拐弯处打个圆洞 发现负压的烟囱开始从此动向内吸气 这造成垂直段烟柱漂浮上升时 所留下的底部空间不断被洞口进气填补 如此一来 垂直烟柱就不用再费力吸引水平烟柱一起运动 于是上升速度加快 室外垂直段烟囱的净压进一步降低 从而使水平段的压差增大 让水平烟柱受到了额外推力 整个烟囱的流速因此增加 抽力终于提高到可以满足风炉子的最低需求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 该网友怪异的炉子和巧妙的解决方法说明 它并不是新手 而是一位深藏于民间的煤炭型取暖炉 撕炉操作技术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